追分者第28集 26岁的王一博与78岁老戏古王学奇对峙这场戏太精彩了 演员素养有了代入感冲顶 好喜欢看聪明人极限拉扯的点到为止 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 手拿国民党高层敛财的证据库卷的交易清单 去找老徐、王学奇是帮忙 此时的他也正苦恼于如何把证据公之于众 魏若来的到来其实老徐的内心是窃喜的 可爱于身份不但不能表露出来 还要装傻充能对魏若来进行一番试探 可人家魏若来精明着那仅凭老徐的声音 就早已把他的身份锁定了 所以此时老徐的试探在魏若来看来不过是多余的挣扎罢了 魏若来上门来就一口咬定老徐是共挡 沈老板眉毛都要吓得起飞了一再否认 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不是 可任由老徐再怎么否认魏若来始终坚定不移 用最无辜的表情说最扎心的话 虽然宁压低了声音 可我续听还是宁压 老徐一步步装不下去了 以前都是街头暗号 这小子明问我一时半会还是接受不了的 这场王一博与老戏谷对峙的戏 丝毫没看出他怯场 相反给人的感觉非常稳 与老戏谷的来回拉扯很精彩 把魏若来的那种毫不掩饰的单纯 与机灵镜给演出来了 当演员的素养足时才能支撑起人设 上人坚信魏若来有那般过人的聪慧 过人的记忆力与观察力 一下子就能认出老徐是那晚威胁自己的工档 三分钟就能想出缜密的公布证据的计划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老徐和魏若来或者三个人商量密谋的戏 之前的对手戏就很让人喜欢 凉衣服的时候魏若来猜出来了还是摆了老徐一刀下下他特别可爱 颇有谁让你拿枪抵着我下我的异味 二十七与二八两集王一博的演技再一次让人有了改观 真的演得非常好 非常有代入感让人完全忘记这个人是王一博 阿文跳楼那场戏俩人情绪应该是最高点了 王一博没有偶像包袱 那个情况下喊得哭的表情真的太真实了 真的心好痛根本不像演的 他痛苦到极致整个人都在发抖 阿文也是鼻涕一把把的 俩人能把人带入到那个情境中跟着流泪 松户抗战那一段魏若来穿回了自己旧棉袄和黄包车夫兄弟们拉车运送物资伤员的戏 眼睛亮晶晶的元气满满的样子特别让人心软 再到阿文跳楼那场戏那份爆发又特别震撼 他准确生动的演出了人物的层次感 从表情动作台词甚至气息都是恰到好处 奈何依然还有人吐槽王一博之场戏的神态难看 周一扮演者杨坤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回对黑子你们现实生活中有吵过架吗 说那样才是最真实的 自己最好的兄弟要跳楼了 那种急切的濒临崩溃的竭尽全力要挽回 要把他劝下来的状态 怎么可能去考虑表情好不好看呢 还有魏若来和沈图南黄丛云的那场对手戏 真是让人看得过瘾 沈图南和黄丛云都在试图说服魏若来 但魏若来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和尖锐 原来当魏若来还对某人抱有希望时 他会与对方距离力争 而一旦他不再抱有希望 就会显得默然无动于衷 在与沈图南和黄丛云的交流中 魏若来展现出了他的独特性格 他不再保留之前的柔和与乖顺 而是自动和对方保持距离 同时懒得去解释那些他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的魏若来真是让人又爱又心疼 他身上的那份特殊的宽容和信任 俨然不复存在 但他仍旧保持着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在王一博的演绎下 魏若来尤其鲜活立体 有血有肉有灵魂代入感很强 随着人物的发展一直牵动着观众的心 这就是演员吧